我們就是兩台車子 一個是這個是器材車 我們攝影機什麼還有什麼東西都放在上面 這個是 這就是轉播車 導播機還有字幕錄影 然後還有那個攝影機的後段連結 通通都在這裡 還有成員也在這裡 所以這個是組成 這個是載貨的 介紹一下 這是我們那個司機 OB車的司機 對 他們很累的 開車一開車然後就要載了所有的東西 載了所有的東西到球場 然後球場弄好之後他們要開始設定東西 這個是器材車的司機 器材車的司機 所有的安全都靠他們 對啊 那他們是不是比如說去南部 去OB車要開的話 他們是不是會一定要有兩個司機還是什麼 對對對 看看上半季的暫停排名 目前排名第三 是差排名第二的 這個是導播台 所有的畫面控制都在這裡 讓導播去控制 然後那邊是那個 CCU 攝影機的訊號送回來之後 然後視訊畫面都在這裡 然後就是導播在剪精彩畫面的 Slow 他們的剪東西都在這裡剪 所有精彩畫面都從這邊出來 這台也是Slow剪接機 這是比較高階的 再跟前面這邊是那個字幕機 字幕 就你們看到一些圖卡畫面什麼通通都在這裡 然後那邊是那個 執行他們在互相聯絡的東西 都在那個地方做聯絡這樣 會有導播 技術指導 CCU 執行 然後兩個助導 在做Slow的 然後還有字幕 還有錄影 我看過最多大概能夠塞上20幾個在上面 我們這個空間算是很寬敞 其他還有一些很窄的 這裡是晨音間 所有的聲音都到這個地方之後 然後在錄影 在錄影之後然後再傳回 再傳回公司 公司再把它送到YouTube或者是電視那邊 所有的晨音通通都在這裡 做編輯跟剪輯這樣 這件是他們專用的 因為聲音很細微 他們需要很安靜的 很安靜的狀況下去 其實聲音大或小 他們都在這裡做調整 在球賽結束之前 他們就是幾乎都不太能動 他們要一直在那邊全神專注 一直做到完為止 廣告的時候還可以稍微 抓時間距離上廁所這樣 上面不能吃 是不能吃東西 然後也不能喝水 所以就全部都是電子器材 不能在上面吃 因為坡道機器怎麼樣 會故障 那就很麻煩了 會放乖乖在上面 希望他們能夠全部都 全部都乖乖好好的 不要出問題這樣 比賽的狀況 希望不要喊到快這個字 因為應該很快就得到反效果 比賽就會慢很多 當了多久 七年多了吧 在體育台待了二十年 在導播組待了七年 對不對 為什麼會進來導播組 因為這個很尷尬 因為剛好有一個導播去世 缺人 然後就覺得可以來試試看這個位置 從賽事製作到導播組這樣子 因為我從賽事執行過來的 原因是說原本對賽事的流程什麼算是比較熟悉 轉來這一塊 就會完全發現是領域不同 會完全就割行路割傷 完全要學的東西不一樣 導播會比較注重於畫面的構圖 然後還有比賽的內容很重要 因為你不懂比賽你就會不知道 要給觀眾看呈現出來的畫面是什麼 這我覺得還是蠻重要 就是對比賽本質你熟不熟悉 尤其是宗旨有很多細節的判決 當下一方生的時候 如果導播完全不懂規則 或不知道狀況的話 我也不知道怎麼呈現給觀眾看這個畫面 我覺得這還蠻重要 就有現在最常見的嘛 電視補助判決 當下你很不知道是什麼的時候 你就很難第一時間找出畫面給觀眾呈現 導播基本上就是 到一個現場 像今天來天母球場所有機會的確認 然後流程 然後車上所有的設定 轉場 highlight 然後今天可能要 可能有沒有賽型要做一些 回顧 Less Night昨天的比賽 這都是要去確認的 然後等比賽開始之後 導播最重要還是在live中 去呈現出來畫面給觀眾看的東西 這是導播壓力最大的 石偶 然後助理導播 基本上就是所謂的 慢動作回放嘛 那因為它算是 導播在on air的時候 有些細節的東西會是 沒那麼容易交代 因為這麼多camera在拍 它在當下要給觀眾看的畫面 有些細節的東西 有時候每一機拍攝的角度都不同 就會需要由石肉去輔助說 這球打了 然後石肉再重新 可能助理導播看到的時候 跟提醒導播說 這球有什麼狀況 然後再拿出來 來回放給大家看 這很多時候就是相輔相成 然後助理導播也會有兩個 兩個也會是互相去幫忙這樣子 導播我覺得是最後的 整個轉播的最後的把關者吧 因為其實應該也是 整個團隊去做這件事情 但導播把它綜合出去 給所有人看到的東西 它跟錄節目不同嘛 錄節目可以是咖 重來 剪輯 就像現在你們錄的東西可以剪輯 但live的東西出去就出去 錯了就錯了 就像網友說 這導播怎麼換了導播還是怎麼樣 就是會是live出去就出去了 沒有的去再去挽救或什麼的 緊張我覺得都會 尤其強度越大的比賽 讓自己不緊張的原因就是 當然經驗嘛 經驗 你經驗累積越久 做任何事經驗越久 越不會緊張 越知道要幹嘛 我轉過印象最深刻的比賽 很久就是有一年UBA 那時候李豐勇還在打師大 最後三秒打了將近快一個小時 因為裁判說不算了 要走了 結果後來他們一直爭吵 那最後三秒 結果後來裁判走了 大專題總又說要比賽 可是裁判已經走了 三個裁判都走了 而且好像聽說到火車站了 然後又硬把他們摳回來 就整整等了一個小時 轉播就這樣等了一個小時 然後就大家都三個問號 黑人問號 這還蠻好玩的 其實我其實最怕還是OT 怕什麼就來什麼 那以後不要怕這個 但它還是常發生 你說on-air有沒有常發生什麼事情 我最常遇到就是把機器弄壞 啊 怎麼 怎麼 怎麼了 可以休息一下 機器壞了 對 我們會一直很快很快速的操作 然後操作到後來 可能機器復合不來就會秀 砍 卡機 然後有啦 因為我們有一個TD TD就是技術指導 然後我們有一個技術指導 它就是體型比較魁梧一點 當然有一次就是在比賽中途中就發現 那個 因為我們轉播車都是用發電系發電 結果發電系壞掉了 壞掉的同時之後整個OB車就沒電嘛 當然可是在Live中那當然要馬上處理 我就曾經看過它 大概它從車上到發電機只花了三秒鐘 人是這樣咻 背下去 我就哇 怎麼會 操作壞 對 大概就是一些機器壞掉的東西 會讓我們比較印象深刻 你說比賽中 會發生的都是一些比賽的內容 那如果像那種下雨 然後中間站你的時候 對啊 你說 基本上那個就是比較有旅行就是 可能拍拍球員搞笑啊 或是就是等比賽嘛 然後就是等了之後又再打 但我們之前還在製作兄弟的比賽 我是有遇過 之前有一個最長的紀錄就是我破了 就是大概打了五個小時吧 對 就是下雨先等 再打再等再打 然後再打延長 然後 你們都怎麼找到 你們都怎麼找到 觀眾想看的 場變化是不是 哦 這個 基本上這個 這個就是 男性的甜蜜 就是 就是攝影師拍的 你覺得 你覺得攝影師拍不好看 我會 你覺得攝影師拍不好看 我會 不會嘛 對不對 然後 我跟你講 這個 這個 這個在 Live中我們怎麼拍 通常這種東西會形成的原因就是 呃 流程會有執行 就是說 欸 導播 我們破口要拍拍觀眾哦 好啊 攝影師拍拍觀眾 然後拍了之後 你就會發現 當你可能 on了第一個女生之後 後面的攝影師都拍女生 對 你可能on了一組家庭 後面就 都是家庭 對 這是有一種連貫性的 在未來比較熟悉的同事們 都會這樣 知道我的外號是 OT王 OT王 不管是愛上班 呃 這個不分賽事 在 就是我 只要我上班 會遇到延長賽的機率 呃 高達80% 都會是在我身上發生 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 可能是八字啊 或怎麼樣 不合法 那你會因為這樣子 遭受同事的派遇 會嗎 會 常常 因為會單獨到他下班時間 對不對 這樣不好 可是這樣 這樣比 這也代表比賽精彩嘛 對不對 有收視率 對不對 有點數 其實 應該要加薪的 對 不 我們 說